疫情趋缓,政策松绑 趁着12月学校假期 许多马来西亚民众准备出国旅游 来自马来西亚雪龙,槟城和新加坡 共17名慈激教育职工 聚集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准备飞往尼泊尔兰皮尼 展开一连13天的教育任务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尤其是佛陀的半生地 那么我们有这个报佛恩的心态 也是报我们师恩 一箱箱准备机舱的物资 装着来自新马两地无数的爱心 都是准备要送给兰皮尼的学生和老师 我们有带了一些二手的书籍 然后还有带了就是二手的电脑 希望能够协助这些学资们 可以在学习上面能够有更好的发挥 除了实体物资 实际教育志工也准备了进试语教学英语方案 与兰皮尼的老师们分享 如何带动孩子的人文和生活教育 其实这个教育这一块 是一个长眼之路 脱贫唯有做教育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里开始 希望能帮到他们 抵达兰皮尼的那一刻 温暖的笑容抵御了冬天的低温 疫情后再踏出国门 迎来的不是玩乐性质 而是把佛教人文的种子 重新栽种在兰皮尼这片土地上 每次爱的医生 人文汇 尼部尔报导 感谢观看